MBTI信度不高 换句话句不科学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流行 好像我们这一代人 更焦虑或者说脆弱 在原始社会 一组乐观下场的人 另外一组悲观的 什么人回来 Iron还是艺人 成了年轻人新的社交手段 但他的科学性 在学术界却备受争议 今天我们继续拜访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副教授池玉凯 聊聊为什么各类心理测试 在年轻人当中这么流行 您看我像艺人还是艺人 像你们做你这种工作 你能乐在其中的话 我觉得就是应该 艺人的一个表现了 感觉现在艺人还是艺人 这已经是一个 大家一个新的社交手段了 MBTI讲过多少次了 市场化做得非常好 但是在我们学术界 这个科学性还是有争议的 MBTI这种艺人艺人的话 可能今天测的是艺人 明天测的是艺人 它不稳定 对 是的 心理学中就是说 反复测量的 它表现不一致 信度不高 换句话句不科学 你比如说今天测你1米7 明天测你1米5 你说这个是个好齿吗 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变化 它才叫成为突变 比如说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半年 没有这样的指标 就是好工具指标 比如说我是个外向的 是个内向的 这个是人格 人格是一个稳定的 特质性东西 不能乱变的 一会内向一会外向 精神出问题了 那肯定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它不能乱变 它为什么流行 它的商业价值在哪里 等多年轻人知道 不准呢 是吧 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不是科学不科学 是虽然工具 并不是那么完美 为什么这个东西 这么流行 它一定是暗合了某些 尤其年轻人的心思 第一年轻人 要认识自己 我要了解我是个什么人 第二 更简洁的认识世界 一定程度上 人的好奇和焦虑 是来源于未知 大家可能他希望 有一个已知的道路 我就沿这条路去走 是 比如说总经理行人格 我适合做什么工作 他可能也是在 他自己迷茫的时候 他有一个范围 他的选择范围 从大缩小 人本质上都是什么呢 叫做认知吝啬者 让我非常动脑筋的 琢磨这个世界 那太累了 让我简洁的了解 认识这个世界 有错不错不管 但是让我没那么费力地了解这个世界 这是人的一个需要的 如果人满下都是未知 那是很危险的 他就是对自我认识不清的时候 他才有这种渴望 所有的心理测量 对年轻人的媒体中就比较多的 对自我认识 因为这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特点 其实这个也是心理学非常火的一个原因 年轻人怎么我是什么人 你在想什么 你每个年轻的时候谁都这么想 还有一种医人 白天我可能很医 但是晚上我就变成了一个很阴谋的人 人本身就是可能多元的 多方便的 他可能夜晚的时候 就容易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会想一些深入的 融踏的虚实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往往是无解的 白菜领导逼着你 你哪时间找意义 你晚上清醒没事 你找意义的时候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找出阴谋的情绪来了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阴谋 相信你也有这个感知 就是好像现在阴谋的人 是不在少数的 感受到那种负能量的人 是不在少数的 会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人的本性 都对父亲刺激敏感的 人的本性是在寻找一些消极刺激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这人的本能 因为在原始社会 一组乐观下上的人 积极主义者 积极的 乐观的 另外一组 悲观的 看着都不顺眼的 那什么人回来 我觉得他应该是积极乐观的人吧 在原始社会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积极乐观的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没事 一出去 茶茶虎包吃掉了 又换意识 他就死掉了 什么人回来了 这有危险 那有问题 那有毛病 这有瘟疫 那有战争 极小慎微的 到处挑毛病的人 他回来了 他们就成为了你我的祖先 所以你我的血脉中 就流淌了什么 叫悲观主义者的基因吧 那就总看着这个 哪哪不顺眼 对吧 所以他人性是这样的 所以年轻人 又聪明 人性中又愿意挑毛病 然后又遇到这样一个 珠秀精神生活的时代 那几个加在一起 那你想 那一模我觉得就是一个 这个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常态 好像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是一代人 比一代人更焦虑 或者说脆弱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江湖 应该这样讲 每一代人 他的优点不一样 比如我们这代人 优点就是什么 优点可能就是领导骂两句 没事儿 但我们这代人缺点 小时候太穷了 可能什么的时候 都想着经济问题 能不能赚钱 畏首畏尾 有一些开创精神 就不太那么足 有一些人 接年轻人 他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 生活条件也相对好一点 我按照我喜好来做的 一个人出大成就 一定是把自己的喜好 变成自己的工作 然后又深入进去 不是想那么多的 这个赚不赚钱 这么大也想去 这才能出大成就的一个时代 如果人他真的 本身天生有很多负面情绪 怎么样去自我调节呢 我劝个人阅读的时候 读一些积极训练的书呢 积极训练的书呢 逻辑思路它就是很简单 就什么呢 就是我当下有烦恼嘛 但我不可能一边烦恼一边开心呢 烦恼很多人生中 好多乱七八糟的烦恼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问题反正解决也解决不了 不解决了 搁置 我去寻找积极的 幸福的 快乐的 感恩的 开心多了 不开心自然就少了 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能够理解年轻人的老师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难 心理学专业呢 它这个专业的特性是在这里的 你要对各种人群的一个了解 我们科学研究要理解这个现象 找到规律 就是才能实施干预啊 所以你要各种人 你都要去理解一下 他在他的层面上有什么道理 他活的有什么道理 而不是我这个人生 我这个道路方向指的就对你按照我生活 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心理学它一个 这个学业的 这个专业的 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要 要能够去理解各种各样的人群 是吧